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聽今天吃什麼汁 這裡沒有美食 現在的時間是 2020年的9月5號 星期六 凌晨的三點鐘 嘿嘿 兩天沒有錄了 今天要來講什麼勒 我們今天呢 跟 朋友稍微聊了一點點酒 吃飯吃得蠻開心的 就來聊一下那個 講了什麼東西 然後再來介紹一下今天吃了什麼餐廳 今天吃了三間 反正今天就是從中午開始 就跑去 跟在金華軒 就吃吃喝喝 然後聊聊天 那其中呢 因為這兩位也是很會吃的 然後 就聊到了 某位神奇的日本主廚 反正聽說很強大有來頭 然後他就覺得說 台灣到底是 發生什麼事情 很怪啊 就是所有那個日料店 Omakase店 都開始強調自己是 熟成的生魚片 就是 那個魚都是熟成過的 熟成幾天幾天 然後他覺得很怪說 這個東西 好像日本 一直都 這樣子啊 就是 很常就是 很多店都在做這種事情 但是他們 日本不會去強調說是熟成的 我先說啦 就是 這個東西我自己 沒有 我還沒有去考證過啦 所以我覺得很好 我自己很好奇 就是很好玩 反正 提出來大家 對 聽聽看 講一下 分享給大家 大家可以去查查看 他們說日本其實 一般的店 做熟成魚是很正常 就是魚貨來了 處理完之後放個兩三天 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啊 然後甚至他有覺得說 是那種拿不到 真正好的新鮮的魚的 店家 才會去做熟成魚這個動作嘛 我覺得 這個理論其實也是合乎邏輯的嘛 因為搞不好他就是 拿的魚不是 當天早上現拿的 是搞不好是 前天的魚或什麼魚 我聽說啦 就是魚其實 你一抓到 馬上冰起來是可以保鮮的 反正我覺得他這樣講也是 有道理 譬如說店家搞不好覺得 我需要 成本考量需要便宜的東西 可能 昨天的魚他也可以拿 反正 既然都這樣子了 就不如做成熟成 熟成的味道搞不好也不錯吃 那個 味道可以更濃郁一點 我覺得這個是合理啊 他可能就覺得說 他媽的我可以拿到 第一手最新鮮的魚貨 我為什麼要熟成就浪費掉了 台語有一句嘛 生吃就不夠了 還會打汗 這個也是 有道理的嘛 我 他媽的我新鮮生吃都不夠了 我還曬 曬成 乾來吃 曬成果乾 來吃 我是神經病嗎 我生吃 就已經吃不夠了 這個也是有道理啦 對 但是我 我覺得啦 我自己覺得就是 各種料理都有各種料理的 方式的味道 生的 生鮮的 有生鮮的味道 很好吃 然後 熟成過的也有熟成過的也很好吃啦 那 是不是真的就是他所說的 強的店家才拿到生鮮才能夠做 這個我 真的就 不知道了 我只是覺得說 熟成這個東西真的是 這兩三年來 台北的那些日料店開始強調的 就是我熟成熟成熟成 然後呢 當一些顧客 第一次聽到這個詞彙 在日本料理 罵就高潮了 我覺得有點像是 本來牛排就牛排嘛 牛排搞不好 本來就會做 失事熟成 然後聽說牛排從美國運過來 他就是瘋起來 然後就是 在貨運期間就是在做熟成了 本來就會做這件事情 然後呢 就有些 反正我覺得就是 菜單命名上面可能會有一點tricky的地方 他就開始標榜 他是什麼什麼 阿里布達什麼 產地什麼 馬哥有沒的啦 然後又講一個 前面灌一個 失事熟成 哇 消費者一看到這個 媽的不懂就高潮了 因為 對比上有個 乾飾熟成嘛 乾飾跟失事 然後就 看到熟成兩隻就高潮了 那我覺得 日本料理店搞不好也有這種感覺 就是一個 行銷上面的用語 我覺得這個無可厚非啦 反正 這種東西 只要 市場買單 大家 覺得你高大上 就多了兩個字 熟成 你可以多賣個五六百 多賣個一千多塊 市場買單 就ok 我也覺得沒有什麼對錯 因為 好就算 那個 那個 那個日本廚師 他說的 是對的也好 問題是 市場就 整個市場就不買單 就說 他媽的人家搶了日料店 整個市場 都做熟成 為什麼你不做 然後他變成 他要一個一個 去教育他的客人 每個都說 因為 因為 我很厲害 我可以拿到新鮮貨 那新鮮貨做熟成就浪費了 吃東西就不夠了 過半天 就不夠了 對 那他不要去解釋這些有的沒的啦 如果他願意的話 我覺得也ok 但是 說真的我這個人覺得說 如果他說的是對的話就有點像是劣幣驅逐良幣了啦 就是這個道理 那 反正我覺得 就是市場最大市場買單嘛 他本來是日記主廚 他在日本那邊是那一套 過來台灣 總要因地制宜嘛 反正就是看他怎麼隨意怎麼做了 好我們覺得 祝福他希望他的生意很好 對那 我是沒有 我是No comment 我沒有任何的 覺得他是怎麼樣 OK 因為畢竟我也不懂 這個後面的道理跟 那個 後面的成本 我也不知道 很新鮮的漁貨跟隔一天的漁貨 到底差多少錢 反正我只是把 日本料理店熟成這個現象 講給大家聽 OK 那我們進入下一個 下一個主題 就是今天到底吃了什麼 今天中午呢 請保育吃了 那個精華軒 中午叫做什麼 香港好味道 事實上香港好味道 他在一剛推出的時候 我就去吃了 我覺得那時候 讓我覺得只是 OK 不錯吃而已 然後後來我知道他有換一次菜單 這次菜單 我就這樣亂亂點 我們沒有 我沒有點到吃到飽 我先講一下香港好味道是什麼 就是 精華軒 精華酒店的精華軒 月菜餐廳出的 一個算是 特別的Event 因為大家知道疫情來嘛 各個 港式餐廳都開始 出那種吃到飽的港點 小點 然後吃到飽的 那 最有名的就是 成員說真的 我覺得因為 這個Event 成員的港點罵變超強 真的變超好吃 以前的成員的港點根本就沒有這麼厲害 好 那反正大家都是 群起校友嘛 反正 我知道很多 很多的飯店的 那個 月菜餐廳都出了這個東西 那精華軒 不免俗的也出這個東西來撈錢 沒辦法 反正就是 因應市場需求嘛 但是他們的玩法不一樣 他們玩法是 據說他們的 因為他們原料比較貴 所以無法 讓你 直接點吃到飽 不像成員 成員是你 任意點 吃到飽都可以 成員的玩法是 他有分很多區嘛 前菜區 中菜區 大菜區 海鮮區 然後什麼 甜點區 他必須要把你每個去的東西 先點過第一輪 出過一輪之後 你還吃得飽的話 吃得下的話 然後一個人再加399 再開始第二輪是 無限吃到飽 就是 你可以亂亂點都沒關係 OK 所以他就是規定你要 吃滿第一輪 讓你先 塞滿肚子 七八分飽 再能夠開始 吃到飽的那個 不然他怕你就是 第一輪就全部點超貴 譬如說 龍蝦媽的就給我來10份 他媽不是虧到翻掉嗎 對不對 我覺得有道理啦 因為他說他的料比較貴 OK 那 反正呢 我這次呢是 第二次去吃 第二次去吃 我個人覺得 很滿意 我覺得很厲害 他的那個牛腱 他的牛腱上面 放了一點那個 那個什麼東西啊 那個 蒜頭 我覺得 那個牛腱其實這樣子搭呢 是 不錯的 說真的 是不錯的 好 然後再來就是 他的 叉燒一直都在啦 反正有人說 他的那個燒辣師傅有換掉 所以叉燒有變不好吃 但是我這次去吃我覺得 沒什麼感 沒什麼變的感覺啦 就是 就是一樣 就是一樣 OK 然後呢 其中有個叫做 鮮蝦腐皮捲 我是覺得 比較普啦 就是普普通通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比較不滿意的 其實是 鮮蝦腐皮捲 其他菜色 說真的 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我個人覺得還是蠻厲害的 反正這樣一個人吃下來的話 大概是 1000多塊錢 中午 他好像只有中午有這個 吃到飽的這種方案啦 我覺得 不錯 有進步 厲害 反正 我也講了嘛 因為今天其實在討論也有說 為什麼 金華軒今年沒有災星 其實 PTT也有人推文說 很可惜 金華軒沒有災星 其實我 之前早就講過 就是 我覺得金華軒今年災星 太早了 畢竟那個主廚 19年 8月 8月多才 才報導開始在 再改 那 我覺得 短短的幾個月 真的 時間不夠讓他調整 所以我覺得 至少要 有一個完整的 一年的時間 讓他去調整菜色 不過 他的進步呢 我覺得是有目共睹啦 就是 祝福他 希望他 期待他 明年 可以災星了 就這樣 OK 然後 金華軒結束呢 反正 就是在中山附近嘛 然後就到處 反正我就找了一間 ABCD的 一間甜甜圈店 很妙 這間店很妙 這間 他的ABCD 其實是一個縮寫 他其實ABCD是什麼 Better Coffee and Donut ABCD 在中山捷運站附近 然後呢 他有六款甜甜圈 事實上 這間店 我來了蠻多次的 都來了蠻多次的 我最喜歡的是那個 有一個叫做蜜桃 蜜桃甜甜圈的 他就是 甜甜圈的 一個餅 然後上面會有 各種不同的那個 不是沾醬 應該是 淋上各種不同的 醬啊 譬如說什麼 那個 檸檬啊 檸檬的那個 糖霜 然後蜜桃糖霜 他有 六款 有五款是 甜的 有一款 是鹹的 就什麼 培根花生吧 我有點忘了 我每次都沒有吃到那個 那個培根的口味 那個鹹的口味 我覺得他媽的真是 我去那麼多次了 他每次都說 賣完囉賣完囉 哇靠 我跟你講 這次我去喔 這次我去 才三點 他就說賣完了 你說之前我可能比較晚去 五點去賣完 六點去賣完 沒關係 三點去賣完 我說你是不是這款賣得比較好 說沒有 其實就是看機會 他媽的我真是人品太糟 靠腰 真的 我去了好幾次 每次都想要吃他的 鹹的甜甜圈 就是那個 培根的那個都沒吃到 啊不過這一間的甜甜圈 我自己是很喜歡啦 尤其是那個蜜桃的那個甜甜圈 我很喜歡 反正 就吃一吃聊聊OK 然後 晚上呢 好 就去 新東南 其實那時候 也是 朋友盛情邀約我才去的 因為說真的 新東南我只去 松山店 就是 松山區那間 他找我夜市那邊那間店吧 因為 他的本店 我個人覺得他媽的遠到爆炸 感覺像是遠到天邊的國家 我竟然出捷運之後我還要走一公里才會到 我就覺得好遠 所以我沒有很喜歡去這間 那我都是去 松山店那間 松山店那間 我就覺得 這個他媽的 又貴就算又不好吃 而且 就覺得這麼糟 怎麼可能會這麼紅呢 反正這次就是 沒辦法 推不掉 盛情邀約 我就去了 OK 然後 說真的 其實我看外面外觀啦 我就說 不就一間 台菜 海鮮餐廳 怎麼可能紅成這樣 其實我那時候期待還是很糟糕啦 當我走進去 我就發現 幹他媽的 全部都不一樣了 真的超扯 我覺得 那個服務 就是 他有一個 白板 寫各個定位 你只要找到你的定位 跟那個 就 其實門口有很多服務人員 代位服務人員就站在那邊 說請問一下先生你是哪一組 他說這個 他就 把你引導上樓 反正整個服務 他媽的真的差太多了 總店為什麼跟分店差這麼多 我不懂 所以我就開始對那個菜色是有信心的 說真的 他是兩層樓 一層都是那種開放空間 坐著滿滿的人 那時候其實我還不了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時候其實 期望就還好 有升一點點 本來期望是1 後來變期望是3 滿分是10 然後呢 我就發現 好像蠻強蠻厲害的 而且 你看出來有些細節做得不錯 譬如說我進去發現 那個門上面啊 就貼了一張用護備紙 護備起來的菜單 然後有劃掉 某些東西 改了 就是說 把 雞肉劃掉 然後改成鮑魚 我就開始研究這是什麼鬼東西 是讓我們點菜什麼 我後來發現 不是 不是 那個東西是 是我們今天 因為 那個 那個 東道主 準備好的菜單 就在那邊 我就 喔原來是這樣子 我後來一個人研究出來 喔原來是這樣子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上菜 然後 那個服務人的服務啊 應對進 這個 你不能因為 畢竟他是比較 比較Local的 但是我覺得 他讓我感覺是越來越有信心的 然後 當他上了第一道菜 我就 喔這個 跟我之前在那個 松山的 吃的他媽也差 差太多了吧 根本就是兩間店啊 然後 反正越吃到後面 信心就越高 我覺得 沒有一道是不好吃 沒有一道是雷的 說真的沒有一道是雷的 我就覺得喔難怪 難怪會紅啊 松山店那間 根本就可以收掉了吧 真的差太 我覺得差太多了吧 這個 根本就是松山店 根本就是在喇塞的 然後反正 樓上全部都是包廂 全部吃起來 我覺得 我覺得 都有在 水準 之上 有一次我覺得 最後的甜點叫做 心太軟 他好像是把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棗子 紅棗的那個 紙挖出來 然後塞那個 麻糬 塞麻糬 我就覺得吃起來好好吃喔 那個 他們叫心太軟 那個 他們說他叫心太軟 我不知道 反正 我覺得很好吃 然後所有的海鮮啊 什麼的 我就覺得喔 真的 那個調味跟那個 那個 醬汁啊 公立火猴 我覺得 都在水準市上 而且重點是 超便宜 真的超便宜 整桌才1萬多一點而已 12個人分一個人才 大概1000上下而已 這個真的是 相當高 我個人覺得是相當高水準的表 表現啦 真的 真的蠻厲害的 難怪 新東南這麼紅 但是我就不懂 松山店到底是在 衝什麼小朋友 衝三小朋友 我就不懂了 真的是太神奇了 然後呢 反正 店裡面就是一堆人 我覺得 這種店 便宜 又好吃 然後海鮮又新鮮 難怪 一堆人又紅這麼久 但是我覺得 就是太遠了 真的是 遠到一個 好啦 沒那麼遠啦 其實沒那麼遠啦 只是 捷運站不方便而已啦 對 因為其實我發現 做小黃其實還蠻快 而且不會貴啦 反正就是 我心裡 我心裡那個 砍過不去 好 那 今天呢 就先聊到 到這邊囉 那如果有什麼意見啊 有什麼那個 想要跟我說的話的話 歡迎你丟我訊息 或是 直接IG 私訊我 好 今天就這樣囉 拜拜